如果你是賣你的 我一直賣你的 比如說我是賣你的 我一直賣你的 他一直賣你的 到底我要怎麼樣打電話給 給記者說米這件事情 他說他願意聽我的 卻沒有聽你的 那一定是我的米發生了什麼事情 比方說我的米是怎麼樣 在世界可能會講的 或者是他是吃了以後 發現我一個小孩一直是我們家的 他可以長得高 或是怎麼樣 就是他一定有一個很怪的事情 很厲害的事情 要記得把這通電話往下聽 那到底是什麼 每一個老闆只有你們知道 如果今天我就有30秒給你 在一通電話當中 商老闆你要告訴我你的快樂 為什麼我非要報答不可 那情況是什麼 那叫做slogan 就是我們常在講的一個大表題 每一個作品每一個產品都 他應該要有的slogan 這就是四個字八個字十二個字 大概是這樣的字數裡面 就一個slogan 請問你的產品是什麼 如果到現在我當下問你們 沒有辦法回應我的話 我就要想一想 他會是我們在溝通的時候 甚至西文寶下筆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那個東西是聽台灣拍幕唱歌 聽台灣拍幕唱歌 聽台灣拍幕唱歌 哎呀好棒 很好 聽台灣拍幕唱歌 聽台灣拍幕唱歌 所以有畫面很好 聽台灣拍幕唱歌 所以誰跟這個東西有一起合唱過嗎 有沒有什麼人實用過那樣子 有名人還是主要是 有名人 當然是要有一點名 我不是名人 是上過白冰冰的歌唱比賽 我說那為什麼他是怎麼上的 因為裡面有一個學員去唱過比賽 然後吹那個嗎 他有泛氣 他告訴他是enoki 然後白冰冰就很喜歡快幕 這是怎樣 這是陶宇 用快幕做 看你能不能吹 然後吹不彈 他就放放置裡面 要特別介紹 好 這樣很厲害 這個東西感覺 就是我會帶回台北 好我想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個案 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要讓這個產品 借第十一 我們應該要借什麼地方 第一個就是剛剛講的 他跟誰一起合唱 比如說如果今天這個陶笛跟孫耀薇合唱 還蠻有趣喔 因為我前面剛剛有方說 那我也做了一個行為 如果他今天是跟一個反差很大 因為我們聽到怪幕 陶笛 欸老東西嘛對不對 可是他要是結合在新的元素裡面 周杰倫跟陶笛發生關係 那就有等的 有沒有 因為他是東西 舊的跟新的元素 擺在很快 跨越時空的 那這就有等的 這就是建議實力的一個方法 所以好剛剛放滿的那個東西 基本上也沒有打動我的喔 因為我是記者 不會聽到其實 特別我說財新的記者 新的數字畫面或畫面 對那這個我聽到的一些東西 你就可以開始去蔓延 到底他這條新聞要怎麼做 好所以我們先來講講 我們把這個話題講完 就是說新文稿的撰寫重點 雖然都不重要啦 但是這會寫是基本的 我們要能講清楚說明白 就可以發好 很多人覺得說寫新文稿超難的 欸你們小時候有寫過作文嗎 有嗎 各位在座都有寫過作文嗎 如果你有寫過作文 那你就會寫新文稿嗎 要告訴我 不會喔 因為這是每個人都會的 你只要能夠講清楚說明白 不要寫錯字 基本上就可以發好 我們先求講得清楚 再求包裝 比方說 上了百年未必人人都能 但是如果你會下標 新聞就成功了一半 比如說我們今天 整個我們要幫他 就張老闆的那個議題 我往下演出 我們今天來到嘉義 如果一個記者來到嘉義 這麼老遠來 你要讓他來拍什麼 喔就是那個 聽見快樂在唱歌 所以他不可能只是讓張老闆 真的快樂在那裡吹一首歌 上新聞 這個畫面是不足以讓記者 從那麼遠來到這裡 於是 在這條新聞裡面 我們到底要包裝什麼呢 這個去 確實我們就需要去想一想 但是 當你的那個標題是厲害的時候 你的新聞幾乎成功很快 而且當月定者的眼睛 停留超過五秒 成功了七成 另外兩個準備做新聞 好 我在講的是一個句型 什麼叫做 月定者的眼睛停留五秒 大家說我用Email嗎 在座應該有 你們現在有沒有發電腦 然後打開拼的話 一大堆落色系 那你會開什麼呢 開重點 開重點 看個標題 什麼標題會讓你打開 就是如果每次 因為我每一天都有一百公尺 對我每一天都 那今天兩次看這個標題 是絕對跟我相關的 我一點去看 你跟我說 我擔心 我可以滿意到的 還想要 謝謝你 謝謝你 我可以拚了 那我可以拚了 我可以拚了 謝謝你 我可以拚了